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成立25周年 从10月底开始展开全台 71场次的原住民政策座谈会 而第70场次26号是在花莲的光复乡登场 由主委一将拔鲁儿亲自主持 包括了部落头目、妇女干部团体、各村村长、代表 等部落意见领袖都前来参与 高度关注原住民的文化 部落经济发展 尤其是部落文件站执行推动的难题 主委一将拔鲁儿表示 明年也会有些微的调整空间 原民会创立25周年 各项政策业务推动成果 教文处副处长邱文龙、洋洋洒洒 九大版面简报说明 但有关光复乡在地部落重大建设的推动执行 不等台下部落意见领袖提问关切 主委一将拔鲁儿贝陀简报内容 亲自上台向部落主任报告 加起来是1000万、1800、4700多少 13000万的话 泰巴朗技术广场的建制 目前进入第三骑程 包括了青年聚会所、文物馆、厨房公厕等建设 截至目前为止 原民会也投注约1.3里多元的工程经费来推动执行 这个周围跟这个里面都是汽水 是不是我们可以再继续来改善我们这个 代巴朗部落的这个技术馆长 再者创下原民会成立以来 最高补助金额的马太安风雨计划工程 主委也亲自宣布已经完成发包的好消息 将在光复乡打造全台第一座以阿美族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园区 其实这个是光复乡的族人 已经等待快10年的重大建设 那应该明年初就会正式动土 除了泰巴朗技术广场以及马太安风雨计划两大建设 其他包括了基础建设改善 部落聚会所兴建 以及文件站的建制补助等等 林林总总组主委一将拔路而表示 在向公所的提报计划争取下 原民会今年度也抑注将近7.7亿多的补助经费 协助地方的建设发展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